大家好,春季是南花发芽的季节 那么在这个季节,南花的新芽生长速度会非常快 但是就有话语反映自己南花的新芽 而出现了长时间不生长,也就是江苗的现象 那么出现这种情况是什么原因呢 一般南花新芽江苗如果江医20天左右 那么它是正常的,因为这个时候它正在长根 正在形成花园基,但是如果时间过长 那么就不正常了 而出现这种情况,最主要原因就是稻春寒低温冻伤而导致的 很多花园觉得南花相对比较怕冷 所以一般稻春寒的话可能就一两天两三天的时间 在这个期间内的话,很多花园就没有及时把南花移入室内温暖的地方 所以南花就会受到这个稻春寒的低温所伤 就会出现江苗的现象了 那么出现这种情况,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像这种情况,如果新芽停止生长 那么我们只需要给它浇上两种水就可以了 哪两种水呢?首先第一种水就是这个阿斯匹林溶液 阿斯匹林溶液它不仅可以增强植株的抗性 起到触根的效果 最关键是它可以激发植株的一个生长活力 增强细胞的活性 可以让这个植株能够尽快的恢复生长 那么我们将这个阿斯匹林与清水按照一笔1500的比例对水稀释 然后呢,给它灌一次根就可以了 那么大概七天之后呢,我们再来给它浇第二次水 这个水呢就是南军王 这个南军王它能够提高南军群的益生源 可以增加这个机动因子,然后从而提高南花的这个吸收能力 还可以起到一个有效的增强它生根能力和提高发芽率的效果 可以让它能够更快的恢复生长 那么这个南军王我们与清水按照1笔500的比例对水稀释 大概呢就是每七到十天给它灌一次根 一般呢我们使用几次之后呢 这个新芽就能够称称长了 所以大家在春季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防止倒春寒低温所伤 然后影响到这个新芽的生长 平时呢一定要做好这个保温措施 好了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